亞洲足協配D組的分組賽 新加坡內政園主場 鬥馬來西亞的勝利競技 傳出打假球的醜聞 這場球紅衣的勝利競技 在領先一球之下 結果輸了1比2 在賽前有一個不明耐力的男人 去到勝利競技入住的酒店 意圖賄賂球隊 兩個阿根城外援打假球 不過那兩個球員都沒有受到誘惑 還立刻向當局回報 亞洲足協和新加坡的 反貪污調查局 都已經就事件展開調查 這兩隊球員和南華屬於同一組 至於南華在第三輪分組賽 鬥馬來西亞吉打的戰訪 就交給易家鋒講